哈喽大家好,我是Ico 这一期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长的购物分享视频 因为我刚从国内回来,然后买了巨多巨多的东西 所以你们一定要搬好小板凳子来看哦 那废话不露说就赶紧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从这边开始 这边是我还没有回过之前在美国买的一些东西 因为就没有时间录视频嘛 然后现在就给你们一起先分享一下 就很小一部分大概这样子 然后拿到什么说什么啊 这个是那个神奈耀家今年的那个限量的四色眼影 268我觉得你们都应该已经看过了吧 对,长这个样子 我想赶紧把这些录完 然后就可以把它们收起来了 这个是汤富家的一个腮红 这个腮红可能已经是要绝版了吧 因为我这个是在那个 奥特莱斯买的 就是我忽然间看到奥特莱斯沾 居然有这个汤富的 然后 对,就这样 是一个很好看的蜜桃粉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Chanel家的那个限量的那个眼影 这是我看安利霞 然后被种草的 然后就立刻去买了 这些 这四瓶Tameless家的这个 精华液呢 但是我记得我之前有在微博 PO过它的那个 嗯 DEAL 就是有一个扣的 你输进去之后就是满多少钱 它就是半价 然后我就买了两个大瓶的这个 玻尿酸精华 然后买了两个这个 Junk 这个C的这个精华 因为我记得就是李寒烟之前 也说过这个很好用嘛 所以我就赶紧囤货了 接下来看这边 这是我的裙子 睡衣 这个是Richard's家的一个 沐浴胶 我买这个是因为就是 不是帮小伙伴代购嘛 然后就是凑不够单 然后我就自己买了一个 帮他凑单了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是 手部的磨砂膏 这个是我才收到的是 Sephora这个月的 Playbox 照旧是一个小香水 一个 Living Probe的这个 Perfect Hair Day 应该是一个发膜 然后这个我其实还蛮想试一下的 是Anastasia的这个眉胶 我一直都没有试过 这个是 好像是K1D的一个 Tattoo Liner 眼线笔 对 K1D加的 然后这个是 就是一个面膜吧 还是一个面霜 然后这个是 然后这个是Sephora家自己的一个这个 口红 然后说一下这些彩妆吧 这个是 Cenal ZA的这个 128的这个眼影膏 长这个 这个眼影膏 我真的是花了好大力气买到的 就是 我当时去Bloomingdale 然后因为很多地方全部都断货了嘛 然后Bloomingdale 贵姐帮我查到 好像在纽约还是在那地方 就剩了两个 她就帮我先订了 她说如果 有收你的钱的话 就是有 然后如果没有收你的钱的话 就你就是不会买到这个东西 结果我以为没有戏的时候呢 结果她就寄到了 我觉得好心理 然后还有一个 Cenal ZA的口红是58号 我这个有去靠贵室 然后我觉得 这个限量的那个59号 我涂在嘴上没有58号好看 然后我就买了58号 然后它是这样子的 一个 豆沙红吧 应该算是 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日常 比较好看 买了两个 CPB加的这个唇釉 这两个颜色都是美到榨了 真的是 一个是 12号 一个是18号 12号跟18号 我就不试色了 我微博好多试色 这个是那个 纪凡希的这个 细管的小羊皮 这个粉色的这个 也是没什么颜色 其实就是润唇膏一样 都不上色 然后这个是我在 嗯 我忘了在哪买的了 就是 我之前出去玩的时候买的 买了一个唇线笔 这个颜色呢 是 Pillotalk 嗯 在这个地方 Pillotalk 是一个 也是一个豆沙色的 一个唇线笔 然后我觉得很好看 它这个唇线笔 既可以当唇膏用 然后又可以就是 当唇线笔用 买了一个 Tri-Tuber加的这个眼影 我买的是 The Vintage Wamp 就是红色的那一盘 然后我觉得就是 美到榨了 特别好看 好 然后就是这个 这一套呢 是就是在 呃 Northstrom里面 就是它电竞的时候 然后的一个套装 然后我就买了这个 我还买了一个别的之后 他就送了一个 这个五件套的 这个小样 就是全部都是面膜的小样 特别的划算 就是他们家 除了新出那个维他命的 那个面膜没有之外 所有的都在里面 然后每一个都有 呃 15毫升 然后就特别的划算 说一下这个 这个是我 这个也有po在 那个微博 就是买他们家的 这个套装 就是这是一个套装 在斯福兰买套装 原价是多少钱啊 原价是 一两百美金吧 好像 然后 我买下来才几十美金 好像 反正就是打折 他就是 买这么一个套装 还送一个正装的 这个护肤油 然后我就想说 冬天就可以用它 这个是我在那个 look fantastic上面买的 他今年的这个 圣诞的套装 Evolume的 我买的是一个 100ml的这个 卸妆膏 和一个50ml的这个 急救面膜 它有两个100ml的 但是 我的急救 我的就是 类似急救面膜的 这种清洁的面膜 特别多 而且我的卸妆 也特别多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 这个小的套装 主要是 为了跟 Emma Hardy 那个做对比 然后就买了一个 Emma Hardy的 这个卸妆膏 feelunique那个网站上 就是英文的那个网站 然后买的 买了一个这个 他送我一个50g的之后 还打了一个 几折 反正就减了 减了一点钱吧 然后那个小的 我已经用了 然后 总体来说呢 就我没有很喜欢它 我相比较来人 还是更喜欢 Evolume这个 卸妆膏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这个 这个应该叫 Surgio吧 反正就是 是一个很小众的 一个护肤的品牌 就基本上没人听过 一个冷门的 一个牌子 它是一个截面 然后我觉得 非常长得 非常的好看 小清新的这种风格 据说口碑也是很好的 所以就是 我试了之后 再给大家来po吧 接下来就是 这一大堆东西 都是我在国内买的 首先就是 两个包包 这个包包是 大的送我的 这个是 Seline的这个box 它是在免税店 看到了之后 送了我 然后我就超级 无敌开心 就爱不释手 然后还没有开始用 感觉自己一用 就会把它给糟蹋了 所以先放起来 然后他又送了我 另外一个 Seline的这个包包 然后是 我觉得他们家 比较实用的一款 是这个 Seline家的这个 就链鱼包 大家是都这么叫的吧 链鱼包 然后这应该是一个 正常的中号吧 还是小号的 我也不知道 也是他们在 乐天免税店 买了送我的 是一个黑色的 然后我觉得 这个很实用 很实用 就这是一个 非常实用的包 我觉得这个 可以上学 对 它比较耐磨 里面空间也很大 对 怎么办 这些东西我要 怎么开始说 我已经要疯了 先从彩妆开始说吧 彩妆就比较少嘛 首先先说的是 这个YSL这个 气垫粉饼 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有质感的 一个粉饼 给你们试一下色吧 我买的是这个 20号 就是我其实觉得 我是一个挺白的人了 然后我用20号呢 也是刚刚好 但是就是说 我的肤色本来就是 没有那么黄 所以用20号 就是比较粉调的 这种颜色呢 就还比较受得起 如果是黄皮的话 我觉得应该 还是要买1号吧 1号应该是属于黄皮的 这个我看 它是比较粉调的一个 一个颜色 然后接下来 就说这个 眼线笔 这个我已经说了 就是我妈妈 帮我在日本买的 就她帮我奥了一套 因为他们去的时候 刚好这个上市了 就让他赶紧帮我买一套 好像还挺 贵的 不是很便宜 但是他说很好用 他自己也买了好几支 我就每个颜色都买了一个 这两个是盒子已经拆掉了 我觉得颜色很自然 然后持久度也不错 两个这个 The Same的这个遮瑕 据说这个遮瑕口碑很好买 然后就买了 买了一个这个 Dior家的这个 Lip Glow 是之前限量的一个颜色吧 是5号色 那个丁香紫色 一直想买来着 但是美国已经断货了 然后它就是这样的 就我那根已经用完了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但后来我发现 梅西有卖的 你们可以去梅西买它 一个爱丽小屋的这个 双头什么 修容棒 我真的觉得这个超方便的 就是 出门一根就搞定了 颜色也挺正的 没有说发红啊 或者是特别偏色 然后这个是 Diction家的这一个唇膏笔 我买的是10号 是送在这儿吧 能看到吗 是一个挺好看的 有点 梅红色的笔吧 就是有点发粉 但是有没有那么粉 然后好像是一个 限量色吧 在这里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近 我把这个色号打在底下 然后买了两支 梅笔 这个梅笔是谁家的 我想不起来了 是 SANA吗 还是什么 谁家的梅笔 据说就是口碑特别好 然后我爱丽小屋用了 很久很久了 所以就想换一个口碑试试看 然后这个是Mote Mascara 就是日本的那个 那个睫毛膏 这款是棕色的 我是看苏季推荐的 哦 这个是我买东西 免税店送我的 日上免税店送我 买了一个这个 这个也是那个 Canmake的 一个唇釉吧 然后那种 是那种 就水嘟嘟的那种颜色 我也是看苏季推荐的 然后我就买了 色号是 04号 在这里 在日上免税店 买了两只 YSL的防水睫毛膏 就是 李寒言一直推荐嘛 然后猪毛毛也推荐了 然后我就 想说那我也试一试吧 然后我就买了两个 本来我只买了一个 然后我就怕他 我就特别怕他断货 然后我就 又买 买了两个 这个乐敦的 CC这个 美白精华液 它真的是那种 比较平价好用的 那种精华液 我最近都是按照 就是 我看安利侠 有一个视频 就是他说 就是那个视频 叫地表最强 去斗印吗 还是 美白的 就是你们可以去 看一下那个视频 就是 这个每天 滴30滴吧 大概 然后滴到化妆棉上 跟那个化妆水 一起敷到脸上 然后我最近都是 这么干的 两支最近特别火的 防晒嘛 然后我一直就 没入手 就后来就 我爸妈去日本的时候 就帮我买了 买了一支 50毫升的一支 买了一支 50倍的 一支30倍的 我估议可能 30倍的 还是因为他拿错了 但这个我就可以 平时冬天用 我还没有用 然后用了 再跟你们说吧 最近刚用 手头上那个 哈气的防晒 买了一个 这个Elegance家的 这个眼影 它是这个 限定的104号 我看这个 好像已经 就是断货了吧 我觉得它 特别的美貌 就是长这个样子 颜色特别的好看 买了两个 苏库家的 这个眼影 然后 一个是 一个是这个 光娟之 EX29 一个是 这个 EX32 炼瓦染 这两个 你们看到标签 是有区别的 这个是 应该是我找 英代带回来的 然后 这个是我找 日代买的 给你们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 光娟之 这个颜色 特别的温柔 就是很女人的那种 就我都还没有 拆开用 就这个颜色 就特别的美 就是 一看就感觉 特别特别的 温柔的一个颜色 就特别好看 然后 这炼瓦染 就是另外一个 风格的那种 眼影 就是 它的壳子也很好看 也会挑这种 线 然后这个 就是比较 活泼的那种 红棕色 然后我觉得也超好看 据说 这盘已经涨价了 我买的时候 才400多块钱 好像现在已经 涨到600多了吧 然后就是防晒霜 就是我 我爸买了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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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防晒霜 然后我实在带不了了 我就只带了这么这么几个过来 一个是这个 艾利家的这个身体乳 不是身体乳 艾利家的这个防晒 就用来擦身体 然后三个新版的这个安耐晒 安耐晒的精品 我觉得在洛杉矶的夏天 你不能没有它 真的 接下来是一个 粉扑清洗液 大创的 我一直就是 涨草 然后都没有买 这次就买了一个 然后我接下来要介绍这个 你们 我接下来要介绍这个 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是解测剂 就是 特别神奇的一个解测剂 然后我昨天晚上已经试过了 它是这种 就是你要把两个套在一起的 就其实它这个 普通装是这样子的 这两个是我买的替换装 普通装是这样子的 然后你要把这两个这样插起来 然后每次用的时候 就是你要把它往下怼一个 然后如果你下次 就是再要用的话 你就要把这个盖子这样打开 它里面就是那个解测剂 打开之后 然后把这个摁下去 它往下推一个 然后那个解测剂 它就会自己粘在那个马桶壁上 然后我就觉得还挺方便的 它这个是六周装 就是它写的一二三四五六嘛 然后就是六次 就可以用六次 六周它就一个是一周嘛 一次可以用一周 然后这个就是十二周 就是还挺多 我记得才大概三四十块人民币 还四五十块人民币 我觉得特别划算 而且味道也特别好闻 我买的都是柚子跟柠檬味道 好 从这边开始说吧 这个是Lunasol的这个粉底液 这个跟妆前乳还有一个散粉 这个也是之前让爸爸在日本帮我买的 这个也是看苏季种草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视频 我这边就先不拆了 因为我现在不用 我买的全部都是01号 这个粉底液是OC01号 然后这个妆前乳是01号Glow 这个颜色 这个散粉呢 它其实是两个 它是盒子跟粉心单独卖的 你们可以看到它后面有一个这个标识 就是给你们看一下 我这个是已经装好了 然后我觉得它有点bug 你看它这个打开之后是一个粉铺嘛 一个这个盒子 然后底下是这样的一个圈 这个圈跟这个盒子就是不太能够匹配 所以就是很多粉都会 很多粉都会从这个边缘上 然后就不太好 但是这个粉特别特别特别的细 所以就是可以原谅它 然后买了一个这个雪花秀的这个人参面霜 这个人参面霜它有一个50周年的套盒 就是我买这个面霜就送了好多这种小样 有四个这个人参灶是不同味道的 我用了一个 然后有两个这个小瓶的这个人参面霜 然后送了一套就那种姿音系列的水乳 还有那个润灶精华 还有一个这个精华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可能是他们人参系列的吧 这个面霜的口碑据说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我是一个很喜欢用面霜的人嘛 我的面霜用的就是都是特别的快 尤其晚上就挖的可大一块 然后抹在脸上就觉得特别的滋润 所以我就买来试一下 然后这边就是常规的这个SK2的补货了 就你们能看到的一个这个SK2这个大红瓶的这个 面霜也是80克的 然后我又买了一个SK2的小灯泡精华 是一个新版的 就长这样 我之前囤的不是旧版的吗 旧版还有一瓶 就这样 然后买了一个这个250毫升的这个神仙水 这个是免税店限定的 只有免税店有250毫升的好像 然后买三个单品 他就单独又送了一个SK2的神仙水 是230毫升的 所以就是我可以用很久很久 这样 就是我又可以这样成套的用一套SK2 然后又买了一套这个戴科的 就我之前说我用了小样 就觉得非常非常好用的 就是戴科的这个超保湿系列的这个水 这个水 然后买了一个眼霜 买了一个面霜 这个水是170ml的 面霜是50ml的 然后这个眼霜是15ml的 我觉得这个系列就特别的好用 就只试了小样就觉得它超级无敌保湿 我没有买他们同款系列那个紫瓶的精华 因为那个是水前精华嘛 我觉得我不是很需要 因为我买了别的水前精华 所以这一套可以留到冬天用 然后买了两个Lamere的这个产品 就是这个是我就前段时间跟你们说 我特别特别长草的那个护肤油嘛 然后我就在免税店下单了 就乐铁免税店下单了 然后我爸帮我买回来的 就是简直超级无敌棒 我打算就是最近开始用 因为它已经 因为就现在已经要快要冬天了嘛 就皮肤变得比较干 这个是我在LA的这个免税店买的 就是我 就是我回国的时候去机场那天晚上买的 一个紫色的那个 Lamere的那个喷雾 就是我记得小小小姐和橙子都有推荐过的 然后它真的就只是免了一个税 然后我其实就觉得 嗯好吧 就是还蛮蛮奇怪的 就是就是觉得 好像跟平时买的价格没有什么 太大的差别 还买了一个这个 Lamere的这个散粉 我的天啊 就是 阿花讲说它要停产了 然后结果那一天晚上 所有的Lamere的散粉都断货了 我还是因为那天晚上睡得晚 它发的那些博文也比较晚 然后我就看到了 我就先去下了一单 我买的时候我还500多一点点 然后我买完了就全部都涨到七八百了 其实我之前有买过一个 然后我给转掉了 因为我觉得它太大罐了 然后现在就结果又买了一个回来 就感觉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 就这么大一罐 就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不用买三份了 就买了这么多回来 买了两个常规的补货 超高拉的这个BB 第一是我很喜欢的 你们应该都知道的对吧 买了一个这个 这个是我看Fanny推荐的一个品牌的一个截面 然后它可以当清洁面膜使用 也可以当截面使用 它说这个品牌在国内还没有上架 然后我在淘宝上搜 然后看到有一两家有卖的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回来试一下 我发现我真的很喜欢买截面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买了一个这个 资深堂月威的这个颈霜 我之前不是有在用那个 DNA的那个颈霜吗 Dr. Brandt那个 然后我就想再囤一个颈霜 买了两个这个 成野医生377VC精华 这也是看安丽霞种草的 就它给我种草了好多东西 我的钱包都因为它破产了 然后买了两个这个精华 买了一个哈气的这个卸妆乳 是芭比限定的 我买它是因为 我买它是因为这个限定的是香草味道的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 长这样子我觉得好好看 然后买了两个厚的这个密贴精华 是这样子的吧 它是一个套装 我就买里面是两瓶这种 它这个是水前精华的对吧 如果不是的话你们要告诉我 因为我不太清楚 我第一次用这个牌子的东西 这是之前家里最后的一个 礼服全的囤货 然后被我带过来了 这个是Sonoco的牙膏 就是这也是一个很小众的 一个日本的品牌吧 应该没有特别多人说过 就是这个牙膏口碑也非常好 就是是那种低泡的牙膏 所以我试了再跟你们说 在免税店 日上免税店买了两个CPB的东西 就我想凑一套用了 这个是CPB的这个 洁面磨砂膏 长这样 就其实我本来想买那个白管隔离的 然后它没有 就是然后我又不想买别的 就试了一下这个觉得还可以呢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然后这个配了一个 我配了一个这个保湿的这个化妆水 是保湿型的 对吧 嗯 就我想配套 不是还有一套哪CPB的没拆吗 就打算就是用完这套SKII就把这个CPB拆掉 就是这样就可以配套用了 这个是我在日上免税店买的最后的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陈南党家的眼唇卸妆液 长草特别特别久了 然后去试了一下觉得 还是很好看的 然后就买回来了 我有太多太多的眼唇卸妆液了 所以我就买完这个之后不会再买了 这个是爸妈去日本给我买的这个 资生堂家的这个 防脱发的洗发水 就是我记得好多人推荐 然后我买了两瓶 其实我掉发没有很严重了 但是就是买了两瓶 因为美国的水质没有特别好吧 但是就是我用了那T3的淋浴头之后 就是整个发质都变得好到要飞起来了 就是又光又亮的那种 就是光亮光亮的那种特别好看 然后又买了一个这个 就希望自己掉头发能稍微少一点吧 买了这个化妆棉 就我实在是懒得洗粉不出了 然后我就买了这些 就是这是Rose Rosa的这个化妆棉 然后买了一个这个是 一个淘宝店自己家的化妆棉 然后就是又满就可以扔掉了 不用想 最后的这些是我的片状面膜的一个小补货 这个是我在区城市买的 就是买的这个百雀林家的这个面膜 因为我就是一直想买百雀林家面膜嘛 想买那个什么小雀信还是什么的 然后我又懒得再往上买 然后我就那天逛街刚好看到了 它是什么买两个 就是半价还是怎么回事的 然后我就说那就试试把 要支持一下国货嘛 然后就买了 然后剩下这些 你们也都看到了 就是都是曼丹的一些囤货 我妈在日本给我买了好多盒 就曼丹的这个囤货 他买了没有五六盒吧 然后就给了我三次盒 他自己也要用 然后粉色的也买了这么多 我一直非常喜欢曼丹的这个面膜 然后这个是我找日带买的这个 又天蓝家的这个玫瑰的这个限定的 我用了一片 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这个是Midon家的这个 敏感肌的这个面膜 也是买了好多 然后最后的这个是 曼丹的这个蓝色的这个阴暗面膜 这是港版的 它一盒里面有十片 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都是这个包装的 然后我就买来试一下吧 好 然后今天就是 就欧板能找到的 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全部都拿出来了 然后希望你们看的开心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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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